请教的是分析师张家豪 阿豪老师好 曾伟好 大家好 我是张家豪 老师指数现在是在平凡这里上下震荡 连续两次指数要来挑战前高 17463就休息了 大盘到底在等什么 好的 其实在加全指数的部分 我觉得在这时间点 不用放太多的心事在上面 但是有两个重点提供给各位 可以的话请导播线 帮我们上这个第一张字卡的部分 加全指数有两个关键的点位 请各位可以的话把它记下来 第一个就是转强点 17401 17401是在什么地方 17401是在今年 在周K的部分 它最大量的这个最高点 如果说它突破的话 表示它要正式的做一个转强 那它的转弱点在什么地方 转弱点在17221 可是在这两天 大家觉得最奇怪的就是 控盘者他用21天 直接把指数拉抬了1466点 可是距离前面的那个高点 17463只剩下22点 他为什么不过去 很多人在这地方一直想不清楚 那我觉得今天MSCI的这个权重调整 最后一盘是一个关键 那关键观察点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最后一盘 它最后结算 它有突破前面的高点的时候 那各位要去注意 它这个五日均线就不能够再破了 不能够再破了 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几天 你如果有去观察到的话 你会发现 加券指数从11月1号开始 往上攻击以来 五日均线它是跟得比较紧 但是二十日均线 其实它现在还停留在 1700点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几天 它在等这个二十日的均线 如果能够跟上的时候 它在往上再攻击的时候 其实它的底气就很足了 所以如果说今天 最后一个MSCI公布 它有突破前高的话 千万不要跌破这个五日均线 不然的话 它可能就先回去 测这个二十日均线 再重新上来 这个加券指数的部分 提供给各位参考 安豪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选股怎么选 因为中小型股现在是跟进 很多低位接着都涨上来 昨天包含了被动元件 但是今天龙头指标股 华新科就休息了 不过低价股的华融还跟上 那持续能够强很强的 包含了华泰 华泰在刚才10点钟 再度的来到今天的新高 记忆体的部分美光喊说 记忆体明年会复苏 所以指标股技术面 买点怎么抓呢 像是3260的威刚 今天也是带量的往上 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法人是站在买方的 法人现在回补 是不是就看好 记忆体族群的复苏呢 好的 在个股的部分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请观众朋友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 现在的行情非常的好 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些资金 是卡在之前 成本比较高的股票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赶快 机会成本的一个道理 赶快把它换到 接下来12月份 他们会大涨特涨的 这些股票 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 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 现在有行情 但是有我们台语 讲的两股招臂 就是说今天买这个族群 但是买进去之后 哇 他刚好下修了两天 卖掉之后 他又喷出去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一个 类股轮动 比较快速的情况 我会比较建议 直接抓两个 也不用说多 就是大概两个题材 不用在那个地方一直换股 再来从这两个题材 当中的这些股票当中 抓出基本面比较好的 然后用技术面去找买卖点 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两天 市场上最热门的 就是2329的华泰 那华泰你继续去看一下 它的基本面 你会发现 原来它是做 这个Mainflash的 这个封装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一头领头羊 冲出来的时候 那是不是今天 包括说8299的群联 它已经开始来挑战 这500块钱的这个关卡了 所以你就锁定了 好 那我就是做 记忆体这个族群 那做记忆体这个族群 最重要的是 那你的买卖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时候技术面 它就帮上很大的忙 那我们从这个比较高价 那我们慢慢的往下去 做一个扫描 比如说这个8299的 这个群联 其实它是以5日 来5周 切换到周K 5周的军线 当然是防守 它要挑战这个 500块钱的整数关卡 如果这个整数关卡 能够过去的时候 上面就是还过天空了 那包括说 比较高价的 5289的这个仪顶 5289的仪顶 你会发现 它其实今年 只在做一件事情 它就是在这地方 去做一个盘整 所以你抓住 盘整局间的时候 上面的这个突破点 是在333块钱 如果正式突破的时候 它就走出一波了 好 那2329的话 在这两天市场上 最热门的 包括成交量 也爆出来的 其实它之前之所以 在那个地方 等了很久 它是在等这个 50块钱的整数关卡 结果它发动的那一天 各位你看 它是不是突破 50块钱的关卡 直接就两根掌银板 今天再创新高 所以像这种 已经飙出去的股票 我们就以前一天的K棒 前一天的K棒 那个低点当成防守 它短线一定会有人下车 但是如果说 它前一天的K棒 没有跌破 或是跌破 又重新站上的时候 各位那就是 它要继续发动的时候 那包括说812的至上 这个在做这个 这个通路的一个部分 它的57块钱 是实质的突破点 那已经创了 今年的新高 但是57块 是它的实质突破点 那最后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在矽光子的部分 矽光子这个地方 各位就可以把基本面 给带进来了 其实矽光子比较有名的 包括说华信光 包括说迅信 包括说钱林 包括说丧权 其实这四档股票 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财报 稍微打开去看的话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 刚好有两档股票 它是今年前三季 它就赚引了去年一整年的 那就是4979的华信光 所以它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它好像比较强势 昨天这四档股票都在涨 但是今天华信光 感觉好像就比较稳一点 以一年 它的这个五周 这个五周均线 当成是一个支撑 我们目前的价位 大概在167左右 那至于说 这个信心的部分 其实去年的一整年 它才赚了不大两块钱 只有赚了1.92 但是今年到第三季 它已经赚了2.53了 所以其实它的一个 成长性是很高的 那以今年的一个 最大量的这个高点 165块钱 当成是一个多空间 现在的价位 大概是在这地方 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安豪老师 盘面上针对 接下来的选股方向 就挑基本面 未来前景家的股票 那从技术面去找买点 那相关的族群 还有操作的方向 也提供给投资朋友建议